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云转秦6到16摄氏度 白城秦5到17摄氏度 松原秦6到16摄氏度 四平秦3到16摄氏度 吉林多云4到14摄氏度 辽远小雨转多云3到16摄氏度 通化秦3到13摄氏度 白山多云转秦2到16摄氏度 延级多云转秦3到15摄氏度 长白山多云转秦2到16摄氏度 今天我们走进了长春中医药大学 请来了药膳专家苏欣教授您好 同时我们请来了五环国际大酒店的主厨 高强先生来进我们进行操作 我觉得今天这道菜 我在看着的时候 我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 是道甜品吗 是道汤品 因为这里边的话呢 我们在做好之后 可以稍稍地根据自己口味 放一些冰糖去调味 本身这些食材都具有一些甜的味道 是呀 我看有这个红枣 这个呢 莲子 莲子 这个莲子是去心的 那莲子它对 在春天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好处呢 它其实是一个健脾的作用 还有这个 非常珍贵的一种药材 现在很贵的 就叫川贝 嗓子特别好 对对对 所以它呢是一个化痰纸壳的 非常好的一个用药 这是梨吧 这个雪梨 雪梨的话润肺作用非常好 认识吗 这个我真的不认识 我觉得第二期的观众 可能也会有不认识的 对 你看它这个形状像什么 它特别像核桃 像核桃 这是我们东北的一个特产 玉木耳 玉木耳 它比黑木耳的这个营养价值 要稍高一些 这是我们的市面上都可以买到 对的 那麻烦我们的主厨帮我们操作一下 好的 今天我为大家就是操作这款汤呢 这款汤唯一需要注意一点呢 就是我们这个白玉木耳 它的加工方法呢 跟黑木耳是不一样的 那白玉木耳呢 必须用水直接煮 然后水开以后 我们把木耳下到锅中 大家记住啊 就是这个干木耳直接煮 千万不要泡 煮五分钟左右 五分钟左右 好了 现在我们这个已经煮好了 好 倒出 所以煮出来的话是坚盈剔透的 就看着就特别有食欲 然后我们就可以关火了 我们下一个步骤呢 就不用灶台了 下面用到的工具呢 是这是豆浆机 咱们这个豆浆机呢 现在本身带加热功能 所以直接就可以把原料 加入豆浆机里 然后我们加入这种适量的冰糖水 这个水里面是有冰糖的 已经是调好了了 看一下 调入米粿档进行制作 我现在真的 我特别期待这道菜 好了 然后我们已经制作完成 看着就好有实力啊 天哪 你看如果我们刚刚 没有介绍过那么多的食材 以及它们的用料 以及它们的作用 看这样很普通的一碗 就觉得好像就像小米粥一样 所以往往是我们讲 越珍贵的 越有营养价值的 往往看起来越频繁 这道汤品的话 其实我们在春天和秋天 都可以使用的 春天秋天都可以 对 尤其是对一些老年人 儿童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 这道汤品非常好 我觉得这道汤品呢 可能电视机前的女士 小孩在吃的时候 可能会多加一点这个糖 因为它口感很好 尤其是小宝宝 那在这呢 我特别建议电视机前的 这个妈妈们 可以给你家的这个孩子 做上一道 是很有好处的 对 一定要吃出健康 吃的一定要吃到精华 那不知道电视机前 您有没有学会呢 今天就到这里了 明天我们继续聊聊天 长春多云转晴 六到十六摄氏度 白城晴 五到十七摄氏度 松原晴 六到十六摄氏度 四平晴 三到十六摄氏度 吉林多云 四到十四摄氏度 辽远小雨转 多云 三到十六摄氏度 通话晴 三到十三摄氏度 白山多云转晴 二到十六摄氏度 岩吉多云转晴 三到十五摄氏度 长白山多云转晴 二到十六摄氏度 转APP 三到十六摄氏度 三到十分辜晴 三到十八摄氏度 三冰晴 三到十六摄氏度 四摄氏度 七处